逆子 这是由木叶天仙分享的第156个因果故事 这个故事由知音识过的一位粉丝讲述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讲述人 村里有一对夫妻 结婚三年了还未生有一儿伴女 他们担心自己这辈子没有子嗣 于是就去很远的地方抱养了一个男孩 当时那个孩子才一岁半 他家里因为孩子多生活贫困养不起 所以才让这对夫妇抱养 刚开始那几年 养父母对他特别好 把他当亲生儿子一般看待 对他是万般宠爱 但没过几年 养母怀孕了 连续生了两儿两女 夫妇俩养育母的孩子 这孩子一多就忙不过来 对他就没有以前那样周到了 没想到因失宠而让他心生怨恨 怪父母不再宠他 也怪弟弟妹妹们抢了他的位置 于是常仗着自己是老大 欺压弟弟妹妹 实际上养父母对他相当不错 他长大成人后 父母还帮他娶了媳妇 分了一间三十一厅的农村瓦房给他 但他呢 非但没有感恩之心 反而成了一个既懒惰贪心 又还霸道的人 平日他连菜都不种 今天去别人菜地偷点菜 明天又去别人家偷点用品 两个弟弟长大成人后 也陆续结婚了 家里就给三个兄弟分了地 而他就以大哥的身份 强占了兄弟的地 后来村里修路 恰好占用了养父母的地 村里给了一万多块钱的补偿 那时两个弟弟有时不在家 他就去村里领了补偿款 一个人拿了六成 他的两个弟弟知道后 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脾气暴躁 他们从小被他欺负怕了 后来他的养父母年老了 得到了扶贫金补助 每个月一千多块钱 村里通知他们去领 他就签字吞了这笔钱 除了贪钱和欺负兄弟 他对自己的养父母 也很不像话 常常动不动就骂 后来父母老了 干不了地的活了 三兄弟商量后决定 三人轮流给父母供养粮食 按年来轮 轮到他时 他就苛扣粮食 常常给的都不到一半 所以轮到他时 他的父母常常粮食不够吃 这还不算 他还常在外面捡一些流浪猫狗回来 送到父母家里 要父母养 父母原本粮食不够吃 还要帮他养着五六只猫狗 生活就更拮据了 后来父母住的老房子年久失修 一下雨就到处漏水 不能再住人了 兄弟们商量轮流着养父母 每家轮一年 等轮到他家时 他稍不顺心就会骂父母 什么难听的话都能骂出来 而他的妻子也和他一样 对老人很不好 一个鼻孔出气 老母亲八十岁了 在他家里还要负责干农活 因为年迈体衰 做事手脚不麻利 就常被他骂 说老人什么也干不了 活着浪费粮食 他一旦发现父母有点什么好东西 他都想要 如果不给 就发脾气 只给吃剩饭 有一次他又骂父母 还动手推他们 说 你们都一把年纪了 活着干嘛 还不去死 老父亲因此被气得病倒了 卧床不起 没到半个月就去世了 这事儿得弟弟妹妹们知道了 大家都义愤填膺 骂他太不孝顺 他也是理亏 受了兄弟姐妹的围攻 这才认真料理了老父亲的后事 过了几个月 他在外面受了气 回来后就把气撒在老母身上 又开始骂养母 各种难听的话都骂进来 养母很委屈 当时气愤就说了一句 你这个不孝子 这样骂我 小心以后说不出话 没想到过了一年 这话还真应验了 他还真就说不了话 去医院检查治疗 花了不少钱 又是开刀 又是吃药的 就是不见好 可怜天下父母心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养母却一直把他当亲儿子 见他真的说不了话了 于心不忍 每天都去庙里求佛 每天都去 坚持了两个月 他才能说一点点话 但声音沙哑 非要凑到耳边上 才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 但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没有改掉自己的恶习 对养母还是很不好 结果没两年 人就死了 他死了后 他老婆一个人把儿子养大 结果他儿子结婚后 对他老婆也是非常不好 饱受不孝子和不孝媳妇的折磨 以致他天天以泪洗面 也尝尽了以前 他们夹在老人身上的苦 母业偏先感言 知恩图报 原本是做人之本 但这个故事里他 不仅不报 反而以怨报得 为人子女 孝敬父母才是顺应天理 而他道行逆施 违背天理 所以不得长寿与善终 骂父母是造下极大的口验 种下恶因 现世报就是嘴巴出问题 关于说坏话 说是非以类的报应 木业之前也有分享过 夫妻俩的不孝 赶招来了不孝的子女 所以他的儿子和他们一样 也极为不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而已 所以他的妻子也晚年凄凉 杜人 除了 词 苹 语 词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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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